iPhone到底选择什么版本才是最好呢 今天小杨一个视频给你们讲明白 众所周知啊 像国航是我们能在国内买到的双卡iPhone 小杨在这里的话就不多做介绍了 主要还是拉出来跟其他的版本做一下对比 首先的话是外版的无锁机 它和国航一样都是直接插卡即用 无需任何操作 非常适合小白入手 唯一的区别的话就是没办法双卡双待 价格的话也会比国航便宜500到600 第二个的话也就是这种有锁机 也称为卡贴机网络索 它是不能单独插手机卡的 需要配合一张小卡贴 通过QPE的一个解锁方案来实现插卡之用 关键是它基本上跟国航美版的差价 都是大于1000块的 就比如小杨家这一批的 13PM 128G的 目前国航的市场报价是4400左右 小杨在卖4599 无锁的话则是4299起 当然如果说你选择卡贴版本的 更是只要3000多就能搞定了 直接给你省下一台iPad的一个钱 但是代价就是可能在一些偏远山区 或者是远离基站的地方会出现信号不太稳定的情况 不过相当于传统解锁会自动搜索信号也不会跳激活了 那么入手什么版本是最合适的呢 第一每一年的4月份和11月份 这个时候二手机市场属于是淡季 所以说无论是国航无锁还是卡贴都是处于一个价格并点 第二的话就是像这种老型号的旗舰 一般是跟最新的隔了两代或者是多代的PM 它的国航和无锁的差价会越来越小 所以说如果说有双卡需求的 这个时候入手国航的13PM 12PM就非常合适 那么你觉得这个211年发布的13PM现在还值不值得入手呢 那么你觉得这个211年发布的13PM